《诗问歌》 我们在讲问诊的时候 在问现在症状 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诗问歌》 《诗问歌》它起源于明代的张景月 后来到了清代 陈修园把它编成了《诗问歌》 《诗问歌》里边 它是问了十项内容 而我们真正的问现在症的话 这个第十问是问小孩 所以可能和诗问歌不完全相续结 但是我们最后前面关心了妇女 后面还要关心的 仔细的问一下小孩的她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讲第十问 问小儿 问小孩呢 小孩他的表达能力的影响 在询问的时候给我们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所以说呢医生呢在问孩子的时候呢 可以问他的父母或者说问他的这个陪人 从而获得有关的一些病情的资料 像在张景月 《小儿则》中说 小儿之病 古为之雅科 小孩病是说我雅 小孩不会说吗 说话是雅科 以其言语不能通 病情不亦测 此甚也 小孩之难也 就是张景月这话说的 因为小孩呢他不会言语 你要问的话呢 他又是个雅科 所以又没有办法问 那么呢治疗小孩的病呢 是比较这个难的 实际上呢小孩病啊 你把小孩的生理和病例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呢 小孩的病呢还是比较这个容易掌握的 那么在讲小孩病的时候 首先的要来了解一下小孩的生理特点 小孩的这个生理特点呢 主要的是有下面这几种情况 小孩的生理特点 第一个是上腹焦顿 形隙未冲 就是脏腑焦顿啊 就是各个脏腑都很 这个 焦顿啊 气血呀 还是胃冲 二一个呢 它的生机蓬勃 生长发育 这个生机蓬勃呀 发育迅速 第二个特点 发育的比较快 这是他的生理特点 然后呢我们还要掌握一下呢 小孩的他的病理上 小孩的他的病理的病理特点 就是发病快 变化快 就是发病较快 变化较多 得病快得很 但是呢变化有很快 像我们有时候在临床 看小孩说体温才38度 说着说着他就抽风了 他变化快 因为他发病快 他变化多端 变化来得快 而且呢是 易虚易食 传变迅速 容易虚 小孩得病容易虚 又容易患啥呢 容易患 实症 但是我们在治疗上呢 他在康复上呢 那么传变的是性速的 脏腑交嫩的 传变有快 这是他的这个特点 为啥是我们只有掌握了 小孩的生理特点和病理特点 所以我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 护理呀 治疗的方面呢 都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了 所以询问小孩呢 我们在问小孩的时候 除了掌握生理特点和病理特点 还要问小孩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以及容易导致小孩发病的 他的因素 结合所获得的一些资料 我们将于前面的来进行询问 所以首先呢 我们在问诊方面 要问小孩的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情况 就是在一问 小孩出生前和出生后的这个情况 像小孩有一些疾病 像比如说像小孩的新生儿的疾病 像比如说像这个癫痫 大多数和母亲的 妊娠期间的健康状况 和分娩状况呢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说呢 我们是要询问 产妇的 他的残乳期 以及和他的哺乳期的营养状况 有一定的关系 刚才我和有一些同学呢 进行交流 说小孩生下来以后 看小孩哭了没有 这个哭是主动性的哭 还是一个被动性的 如果说呱呱落地以后呢 大声的哭 那说明他一到人间以后呢 吸入到空气以后 肺就张开了 肺张开了以后呢 那么他就要哭 如果说不哭的话 我们被打了一下 小孩才哭 这是一种被动性的 所以要问他的这个 认诚期的 哭乳期的营养状况 有没有疾病 对于治疗用药的情况 以及小孩是不是难产 小孩是不是难产 或者说小孩呢 是不是早产 像最近我就碰见一个 这个熟人吧 说他女儿呢 在生孩子的时候 都公开了八指啊 就是那下不来 下不来以后呢 当时的医生呢 还比较决策 进行了侧切 侧切以后呢 小孩生下了 说小孩生下来以后呢 当时就觉得 呀太 这个决策呢 太伟大了 因为这个小孩的期待呀 在他的母体里边呢 进行了扭转 如果当时不进行侧切 不打这个催残症 那有可能就可能 发生一些意外的 如果像这些小孩 他是侧了 如果说再没有侧切的话 那在弓腔里边 他会出现缺氧状态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问他的 是不是早产呀 或者说这个难产呀 以及颅脑 是不是受到了伤害 你看有的人在 生产的时候 生产的时候 他应到这个宫口啊 开得不是很好 开的宫口 开得不是很好 或者产的时候 把小孩的头呢 头皮有一个这个血肿 这都可以导致 小孩有一些疾病的 一些发生的 所以我们说 要问他的这个出生前的 这个出生前的这个情况 要问妈妈的这个情况 有没有这个 你想我们说 妈妈有没有认成高血压呀 有没有认成糖尿病呀 等等等等 如果说小孩出生以后 小孩出生以后呢 婴儿一到一个月到三个月 是小孩发育最快的这个阶段 所以说呢 这时候营养呢 一定要跟上 我们现在讲究营养根上的话 最好就是进行母乳喂养吧 所以因为母乳里边呢 他所需要的 小孩所需要的这个 营养的成分呢 基本上都有 那么这时候说 妈妈身体要好 妈妈的奶水呢 要好 如果说呢 营养不好的话 就容易导致一些消化不良 像新生儿里有一些疾病 有小孩的这个消化不良啊 小孩呢 可以见到一些吐蟹呀 或者说出现一些小孩的肝肌等等 有的时候呢 甚至出现一些吐蜿或者说吐蜘 在临床我们可以碰到有吐蜿和吐蜘的这个现象 吐蜘和吐蜘呢 这个吐蜿呢 主要是指的哪吐蜿呢 是指的头软 就是头脖子之软 那天我在那坐着 就碰见一个小孩 他妈说 在半岁以前呢 觉得这个小孩的发育呢 都各方面都很好 说甲鱼长长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呢 头还撑不住 因为你小孩在六岁以前 头还没有彻底撑住 家长呢也没有发现 到了八个月以后呢 发现头撑不住 头撑不住以后呢 再长一长 到了一岁多 想着再拖一拖 到了一岁多呢 小孩的头还撑不住 结果那一场呢 有先天性疾病 有叫着 这个吐蜿里边 首先呢有一个叫着 指的是有头颈软 或者说有口软 有口软 以及呢有手 手软吧 足软 手软 足软 足软呢 脚是无力的 站不住 以及呢有肌肉软 肌肉不丰满 肌肉出现一些萎缩的一些病症 这么叫着 这个软症啊 就是指着这个无软症 五持 又可以出现一些五持的 这个发育的情况 它主要的是以持缓为主 就是发育呢 比较持缓了 发育持缓里边有 立行与法持 立行与法持 持 就是这些呢 发育 就是说到了一岁了 还站不住 那么到了一岁半以后呢 还走不了 有的小孩呢 像到两岁还不能够说话 头发比较稀疏的 半岁以后呢 小孩呢 牙齿就要开始 这个萌发了 这些整个的发育的 出现一些持缓 绝大多数都和先天营养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 这就叫做先天 现在讲到的计划生育 我们说生一个孩子 要健康一个 要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些呢 实际上像我们现在说 大多数和先天发育 发育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有时候 我感觉到在临床上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 自然的流产 就让它流吧 实际上呢 这个流产呀 是一个淘汰劣质的 一个生理现象 也不要强求的 宁要给它干啥呢 保胎 当然我们中医有保胎的 如果说出现了少量的出血呀 可以保胎 如果说出血量太多 保有实在保不下来 就不要勉强的保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 竞争太厉害了 你如果发育一个迟缓的话 假如说像这些 头颈软呀 口软呀 足软呀 这影响到这个 小孩的身体发育了 那么它在这个社会上 也比较困难 同样的给家庭 也带来了困难 这我们讲到的 小孩的这个 发育的情况 另外呢 我们说还要注意一下 小孩的一些 前性和后性的这个闭合 要了解小孩的 尤其是后天的营养问题 刚才我已经提到 最好的还是母乳喂养 不要的 有的时候 有的人说呀 现在咱们用进口一些 进口这个牛奶 像有些人跑到外国去 有人跑到香港去 买一些进口牛奶 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才上这些 这个奶粉的 最好的还是用母乳喂养 因为母乳喂养的营养价值高以外 另外又防止了母亲的将来患有乳腺癌的 他的这个发病率大大的下降了 也就是说 母乳喂养的话 无论是对于孩子 对于母亲的身体呢 都是有益的 这是我们要问的 首先要问他的出生的前和后的 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下面我们在第二个问的话呢 就要问小孩的预防接种和传染病史 就是要问小孩的预防接种的情况 预防接种的话 我们讲到了这个预防接种 有一个口诀 要不然我这跟大家来操一下 预防口诀是啥呢 出生乙肝卡戒苗 二月脊髓炎正好 三四月白白破 八月麻疹碎乙脑 这就是我们常说到了 这个预防接种的乙苗 就是出生乙肝卡戒苗 这时候一出生 就要打乙肝乙苗和卡戒苗 像我们说现在小孩呢 现在这个小孩得乙肝的这个发病率呢 大大的下降 这个大大的下降呢 和我们接种这个疫苗呢 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一出生下降 所以一出生下来 一生下来 就赶快打一个啥呢 打一个乙肝疫苗 然后呢又说 二月脊髓炎正好 就小孩出生两个月了 二月脊髓 打这个脊髓 脊髓灰质炎 脊髓炎 正好 小孩出生的第二个月 就刚才说 一出生的第一个月 打的是乙肝疫苗和卡戒苗 第二个月就打脊髓灰质炎的 这个预防接种疫苗 所以说你看现在小孩呀 得这个脊髓灰质炎的这个病呢 又大大的下降了 那么三四月百百破 三四五月百百破 三四五月 就是说在三月出生三个月 出生第四个月 出生第五个月 打的是啥呢 百日可感军 百百破 百百破和破伤风感军 三四五都得打上 但我们说呢 二月份在三月和四月 脊髓灰质炎的这个针呢 我们还是 这个疫苗呀 还是要得继续的用上 八月 麻疹 睡疑呢 就到了第八个月 你看这不打了 八月 就到了第八个月的时候呢 要打麻疹 然后要记住是有啥呢 到了一岁的时候 注射乙肝瘤 这个乙脑瘤 这我们讲到的这个歌诀了 六七月呢 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呢 像到六月和七月的时候呢 也是呢 要打这个 要打这个 流脑疫苗 就是六月呀 再来说一下 六七 打这个流脑疫苗 做这个流脑 那么然后呢 我们说到一岁的时候 或者说到两岁的时候呢 要减毒疫苗 就是用这个疑脑的减毒疫苗 到一岁两岁的时候 还要做一个加强 再下来呢 到一岁半 做一个白白破的一个负重 两岁的时候 做一个疑脑 三岁的时候 疑脑负重 四岁的时候 脊髓灰之炎 进行一些负重 那么六到七岁的时候 麻疹白白破进行负重 当然我们说 在小孩小的时候啊 注意把这个歌诀呢 希望我们说爱好者 或者说有一些在座的一些家长 把这个要记住的 这是关于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 那么为什么要重视这个疫苗的接种呢 因为它预防了很多的一些疾病 刚才我说到 由于乙肝疫苗的这个种植 这个打这个乙肝疫苗 咱们国家现在已肝病 发病率已经下降 你想起碎灰之炎 咱们国家基本上给已消灭了 那么对于白白破 像白日咳呀 像现在小孩 很少得白猴感菌 就偶尔的还可以见到有白日咳 很少能够见到白 这个白猴病了 那么为啥要打上破伤风呢 因为小孩有一些容易出现一些外伤 以免发生破伤风感菌的感染了 八月份呢 我们是打的这个 做这个麻疹接种了 然后呢到一岁呢 像流脑 像流脑啊 流脑呢 这个致病率呢 还是在咱们国家 有时候某一年 某一个季节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当年呢我在一个高校里边 在一个高校 我是碰见一个这么一个病人 这个高校呢 他这个母亲生这个女儿的时候呢 那么突然的出现意外 死亡 那这爸爸呢带着这个女儿 把这个孩子带大以后 由于男童子呀 心比较粗糙 就是孩子呢 给爸爸说了 我们学校要打这个疫苗呢 打这个也打这个疑脑疫苗呢 这个爸爸就说呢 因为在外边忙 就没有重视 没有重视 后来小孩的真的感染上了 医脑了 就是真的得上了 最后呢 小孩导致致残了 就是导致了 小孩高烧高烧以后导致瘫痪 那还好他家属呢 就把他带到游乐场呀 到处的 就是能唤醒他的这个功能 但毕竟呢还是致残 当时呢 我们在学校呢 就老师在那说 如果这个小孩呢 能自己把自己管住就行了 那对家庭来说呢 真的是一大损失 后来我们就在那说 哎呀 这个孩子也比较可怜 如果有家长带的话 那可能他的疑脑疫苗 早早的就给接种上 这是我给大家讲到的 一例生痛的教训 希望我们按时的 给小孩呢 接种这些疫苗 就是要问一些接种史吧 还要注意一些 他的一些传染病史 所谓的传染病史呢 像有一些报道吧 在某一些地区 你像这个艾斯病 发病率比较高 往往的都是一种传染得来的 有的时候呢 一个家族里边都有 有的人呢 是因为现血感染上 然后一个家族人在一块 同在一个锅里边吃饭 同在一起生活 所以说这样子就传染上了 所以对于儿童呢 家里有这种病的人 我们一定要进行隔离的 一定要进行隔离 所以对于传染病 或者说传染病的接触史 都要提供一些依据的 但是说有一些小孩也可怜 他们倒有撒罪 他们一点罪都没有 都是他们的家长 感染了这种病 给孩子们结果传染上了 所以说这些呢 对于小孩的话 我们还要问他的这个 传染病史呢 你想要有一些肝炎的一些病 在有一些家族里边呢 一个人得了以后 一家子都是得的是肝炎 第三个的话 我们就要问发病的原因 就问小孩啊 他的发病原因 导致小孩的发病的原因呢 病因呢 我们主要的有这几个病因 一个是外感的因素 就是发病的原因里边啊 和外感 像小孩啊 这个感冒比较多 忽冷忽热的 所以和外感有关系 外感除了外感六营 除了外感六营 就是外感里边 除了有六营之气 我们在前面讲过 比如说风寒鼠石造火 这六营之气 还和啥有关系呢 还和一粒之气 你想想小孩有时候得 这个腮腺炎 得腮腺炎是小孩感染了 腮腺病毒而引起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疾病的发作期呢 像一粒 和一粒之气啊 有一定的关系 这都是我们说 小孩的这个病啊 是外感来的 但是说你像流行性三线炎 我想说一下 流行性三线炎 你一般得了以后 就会终身免疫 他不会再得了 但是小孩呢 越小 他得的呢 越轻 小孩越小越轻 越大呀 得这个病的越重的 他因为全身反应比较重 我记得我 我儿子小的时候 我还在中医学院 我们的一个童子 孩子得了 我就赶快把我孩子抱去 我说你就跟那个哥哥在一起玩 他玩啥 你跟他玩啥 你抱着那个哥哥亲 我就是想让他 得上啥病呢 得上腮腺炎 因为一旦得上腮腺炎 他体内产生了这种免疫力 也就是说体内有产生抗体 他就不会再得了 他就不会再得 所以说呢 要和他的一粒之气啊 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呢 和乳食因素 就是和外感 和乳食 和乳食呢 有乳食不结 就是乳食损伤脾胃 或者说呢 有一些小孩呢 妈妈的奶水不够 乳食不足 来伤好人体的正气 也有一些乳食的营养不均 所以乳食的营养不均了 咱们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关于牛奶事件 关于牛奶的事件 前几年有一次报道 因为说这个奶粉里边呢 给小孩用的话呢 各种营养成分呢 达不到 小孩吃了这个奶粉以后 出现的营养不良了 所以在乳食方面呢 要注意个乳食不结 另外呢 还可以进到饮食不结 这过去呢 这过去呢比较多啊 小孩呢 个人卫生畅 没有养成呢 饭前便后要洗手 所以说呢 小孩呀 肠道寄生虫病比较多 这主要的是因为 手呢 没有经常的清洗 不清洗的话呢 有可能你这个手上呢 就带有虫暖 那么这吃下去以后呢 如果说我们消毒的不好呀 你免疫力低下 那么虫暖就容易进行 在体内呢 就容易进行繁殖 所以这是讲到了 乳食不结 那么在乳食方面呢 就和先天 先天丙妇有关 就是和先天因素 先天因素的话 和丙妇胎产 等等这些因素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 你想比如说 有人说这个小孩得个兔唇 小孩得这个兔唇病呢 往往是妈妈在怀孕期间 妈妈感染了一种病毒 这个病毒叫什么病毒呢 叫做疯疹病毒 所以说剩下的小孩呢 有这个嘴唇啊 有这个残缺不全的 你看还有的我们说 讲到的先天的因素 先天因素还 你比如说又有一个病 叫做小孩先天性积住裂 积住啊 是隐性的积住裂 大多数都是发生在 这个贫困地区 由于妈妈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呢 它维生素B和叶酸给不足 那么神经系统 影响神经系统的这个形成 导致了隐性积住裂 像我们现在吧 在怀孕前三个月 或者说怀孕后的 怀孕前的三个月 和怀孕了以后的这三个月 大量的给予液酸 维生素和维生素E等等 这都是预防有一些 先天性疾病的一些产生 当然我们说呢 另外呢 除了这个先天的因素 还和情绪有关 小孩呢 实际上是 小孩呢 也有情 也有喜怒 爱思背空井呢 这七种情质的变化 但是小孩的意外的事故呢 也是比较多的 像小孩有意外的 意外因素 像比如说哪一些因素 那小孩嘴里吃个豆腐子 大家又逗着他笑 好了 吃个果冻都会发生 意外的事故发生 所以说像吃一些果冻呀 吃一些坚定的坚果呀 作为家长来说呢 一定要小心 要谨慎的 以防他的 以防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 此外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 其他不明的原因 而引起来的一些因素 所以说作为我们 家长来说的话呢 要了解 要了解 小孩发病的原因 不是外感 就是乳食 另外和先天 情治 意外 等等这些因素呢 有着密切的关系 好了 我们今天 关于讲到 问小孩的情况呢 我们和大家呢 就 共同的来学到这里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 讲到这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